老头全身插满了钢筋 而且还被关押了12年 无人知晓他这12年该如何上厕所 徒弟们为救他偷来钥匙 钥匙一开所有机关全部启动 老头也顺手运功逼出体内的钢筋 他也就此成功获救 无极派弟子闻讯前来阻止 大师兄以为老头被关了12年 已经是废物了 不料 一起上吧 所有弟子顿时全部启动 而老头却一脸淡定 随手一挥就能拍死人 怎么还是这样 老头无人能敌 有多少杀多少 没一会功夫 无极派弟子全被杀光 最后杀的只剩掌门 回头是安 回天行 我连安在哪里都不知道 又怎么回头 说大魁天行就朝掌门杀去 当弟子张军宝赶回时 却发现掌门已奄奄一息 师父 师父让军宝不要难过也不要报仇 并指引他 师父死后军宝很是郁闷 于是想借酒消愁 不料 军宝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大残勇 大残勇 你怎么偷我酒啊 残勇二话不说就扬茶而去 军宝见状连忙尾碎 殊不知残勇是故意来引他的 因为他的主人此时受伤很严重 你怎么中毒了 出于好心 军宝当即踢出一根竹竿 接着打在女人后背 将他置于空中 随后点击他的穴位为他疗伤 一手蓝天 看你闺原 奇强出一 这招果然厉害 女人立马口吐黑血 将毒气逼了出来 姑娘 月儿也就此成功获救 并询问军宝为何救自己 不料军宝却说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这死了也太可惜了吧 紧接着军宝又死死盯着月儿 你看着的呢 军宝本性当场报名 我正在想你应该如何报答我 那你想怎样 当然小我们男人该干的事 月儿一听以为军宝这是要搞事 不料军宝一脚踏上竹林 躺在树叉上说道 原来在军宝眼里 男人最该干的事就是喝酒 两人差点误会一场 在救完月儿后 军宝一刻也不能等了 他一定要找葵天行报仇 军宝使出全力攻击葵天行 但姜还是老的辣 更何况是被囚禁12年的老头 然而军宝最大优点就是能扛揍 葵天行剑撞干脆使出细心大法 接着大力一掌 军宝盾被打得严重受伤 然而军子报仇十年不晚 军宝赶紧逃出洞外 但还未带他喘口气 葵天行的手下又追杀而来 来者正是索命判官 以及勾魂罗刹 军宝赶紧迎战 然而此时他已身负重伤 毫无战斗力 完全被吊打 尽管如此军宝依然能爬起来 判官干脆飞扫出锯笔 将军宝死摁住 罗刹趁机使出蚕丝 又将军宝四肢绑住 随后一拉 军宝当即就被架在了空中 眼见军宝无法动弹 判官用锯笔在地上写出一个死字 并朝他打去 军宝遭受痛击不幸跌入河水 本以为军宝会就此命丧黄泉 不料生死之间 他却突然悟出了无极之刀 只见他以气欲水 尽情感受水之柔性 而这就是太极 当军宝再次回到岸上时 非但伤势痊愈 就连气质都完全变了一个人 罗刹剑状大为震惊 残不知他们再也不是军宝对手